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空军的现役F-16AB型战机 目前正在接受代号为凤展的性能改良工程 不过由于实行工程的汉翔公司投入人力不足等因素 导致了交机进度严重延迟 目前全台湾F-16机群中有四分之一正躺在汉翔厂房内 相当程度的影响了战力的调度 我们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台空军现役的142架F-16AB型战机 正进行代号奉展的改良工程 不过台立法机构预算中心称 由于执行工程的汉翔公司投入人力不足 又发生非计划性故障改正时程过长 导致交机进度严重延迟 原定第一季要交机的6架却到9月才全数完成 目前已经在汉翔进场 却还处于施工阶段的飞机高达32架 超过全台F-16机群总数的四分之一 相当程度影响战力调度 台立法机构预算中心还指出 奉展项目经过两次投资纲要 即总工作计划修订 总经费从最早核定的1100亿元新台币 2016年涨到1296亿元新台币 今年因为加装自动防撞系统 且增购联合具外武器 预算金额再增加到1402亿新台币 据了解 相较于执行多年却发现人力不足的奉展计划 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 将台空军新一代高较机从授权生产改为自研自制 汉翔随即宣布在2019年9月完成原型机出场 2020年6月首度升空 速度堪称惊人 高较机准时出场的支票由蔡英文兑现 而更早建案 更迫切的F16改良案却出现明显拖延 在台立法机构预算中心的数字曝光之前 台军方火汉翔对外界质疑 态度一贯都是讳莫如深 这不禁令人怀疑 官员们最关心的到底是专业还是无纱帽 媒体爆料其实这样一个F16的升级 也就是从F16AB型升级成为F16V 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是严重的滞后于整个的形成表 并且相关媒体爆料出来说 很可能就是因为蔡英文要加强 岛内自主研发的高较机的进度 而导致这样一个状态的 那么其实不论是F16V的升级计划和高较机的自主研发 都是蔡英文一直挂在嘴边的重要防务政策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厚此薄彼的情况呢 我们请教一下张亚中教授 这个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方面的考量 我们知道F16是一个不错的战机 那台湾它现在有142架的F16AB的战机要升级 可是现在郑永宁刚刚谈的有四分之一 现在都做不下去了 就整个严重的后制 那大家就讨论到底是什么原因 当然重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整体的人力已经不够了 就台湾这几年来 整个人体维修的不够了 那第二个不要忘了 这个选举期间什么事都是政治 那蔡英文呢 把他自己的所谓的政治的成果 我必须要讲 看着比台湾的整体安全更重要 因为这个高性能战机 叫他叫做永英 就是勇敢的老英 这个永英整个一个代号 他呢原来在2016年 蔡英文他当选以后 他就公开的 他说要开始做 那整个呢 就跟到后面去做这个事情 那他们希望说2019年 就今年的9月的时候 能够出场 那2020年的6月的时候 可以正式升空 那或者是让他可以出卖出去 他整个来就代表蔡英文的一个 所谓的施政的成果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对我们了解 如果真的台湾安全 那高性能的教练机 他只是一个去表示说 我可以去卖一些教练机而已 可是F16的提升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你为什么会把不把这个东西摆优先 反而把这个东西摆优先呢 那一言以蔽之我刚刚讲 就是政治的考量嘛 就是为了他进行他选举的诺言 然后还可以去增强一点防空的 这个空军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战兽战机销售的一些收益回来 而把这个F16的提升摆在后面 所以你可以从这一方面就看出来 蔡英文的整个来讲 他们的政治考虑是凌驾于一切的 好 我们谢谢张教授的分析和点评